习近平唯一办的事 就是学习毛泽东 因为他没有别的 他上学小学跟我一样 我小学三年级没毕业 他好不到哪去 我小学三年级就没同学了 他就差不多 那么他所有的人生成长 都是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 完了就是进入体制以后 做了耿镖的所谓的秘书以后 下了这个 他去了郑定 薄熙来去了金县 那么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代人 没有经历过任何的 这种在国际上的 有国际视野 受过什么职业化 这种有熏陶的 他没法治理国家 他治理国家所有的理念就是 治大国如碰小仙嘛 他感觉 哇靠你们这些人 我就吵吵就得了 就是碰小仙了就可以了 国家治理有什么难 对吧 人斗人嘛 对吧 他们拉一波打一波 弄死一波